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Joy God聊 我们今天要持续第二集的Cherry特辑 又是我 没错上次我们讲完了她这个生病的过程 怎么发现自己其实生病了 然后开始吃药的过程 然后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的是 她在这个吃药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害怕吃药 或者说在吃药的时候 有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反应 然后就有害怕 然后就又不吃药又不看医生了 在2月6号晚上 我们会在Josie乐线上团庆 邀请到Cherry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哦 欢迎大家一起线上参与 吃药的过程其实蛮不舒服的 就是我现在 因为一开始你会跟 你还不太会跟医生叙述你的状况 我就只能说我睡不着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解释说什么 我胸闷心悸恐慌 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 这些名词代表的意思 或者是你头痛 就是你不懂 所以你就说我睡不着 然后医生就开了一个安眠药给你 在这过程中我学习到一件事就是 其实不要说 就是这个药就是一直吃 然后持续吃 因为你应该跟医生讨论说 我吃了这个药我有幻觉 我有梦游 然后我会心悸 我会不舒服 就是各种情况都应该在跟医生讨论跟解释 所以我后来一开始就是呆呆的一直吃 然后我有那种就是 晕到早上 然后真的去不了上班或是跟朋友出门 没有力气没有力气然后操练很像那个 行事走漏的对对对就是很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心里面也会怀疑就想说 那就吃药没用啊我干嘛要去吃药 可是因为我身边就没有勤勒的人啊 你知道吗我就只能继续去勤勒医生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就是真的有些情绪困难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你知道 同情心泛滥 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你去陪伴是好的啦 可是其实严格来说很多时候反而害了他 因为你看真的除非到众判清理的情况 不然他不会去看医生耶 哦对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全世界没有人要鳥我的 对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很多时候好朋友好心 然后说你不要那么悠悠带你出去我带你出去 其实对你应该也是这种困扰吧 会而且我们那时候会特别反感的听到有人说 呃你不用想太多啦这又没什么 就想开一点然后什么跟我一起出去 就是出去完你就会好了 不然你就是交个男朋友什么的 然后就是你要想想你已经很幸福了 就是不要在那边一直想自己就是不开心的事 然后输给别人什么的你要放下 那我就觉得这不是这问题啊 就是我也想但我没有办法控制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了解说什么叫没有办法控制 嗯就是假设我我可以形容一个感觉就是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原本以为你会考上某一间学校 然后你没有考上了嗯 然后你就会就整个忧郁个可能三天嗯 的那个三天拉长到十年嗯或是那个失恋的感觉 就是我失恋了我超伤心我一直很想他 然后就是我走不出来什么我再也爱不上别人 就是没有办法爱上别人的那个失落跟痛苦的感觉 然后每天都在哭然后拉长到失眠 而且重点是你刚刚讲的那些都还是有个 我难过是为什么 对啊可是我觉得没有原因对 而且我失业也是成功的啊嗯 然后我旁边还有就是后来有交了新的 在新的环境交了新的朋友嗯 然后我旁边也有很多朋友 而且我还有很多户外活动嗯 我也晒了很多太阳嗯嗯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就是身心疾患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你知道有办法知道怎样真正的去陪伴他们才是真正好的做法啊 对我那时候后来有有发明 不是发明应该说发现一个方法 就是我我就是像我那时候 譬如说欢欢要约我出去甚至只是什么夜市 他说你要不要吃什么 然后你要不要就是跟我们去吃果果 然后我都直接说不要 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 就是我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门 因为我走出这个门就会恶心跟想吐 就是我是以非常一个中性的方法 我不会说你不要烦我就是 我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 我现在就发作什么的 我就是会以一个非常中性的描述说 我现在胸口很闷 然后我现在就是没有力气走路这样 我现在只能坐在这跟躺在这 但也必须讲一件事情啊 就是因为毕竟Cherry已经很成熟了 在面对跟他的疾病共处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刚刚开始发现自己生病的人 跟刚开始吃药的人 可能还没办法那么成熟的 像Cherry刚刚那样就是心灵气和的表达 就是请勒别人啊 对对 毕竟这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你如果你真的没有生病 可是你旁边的人生病 但你发现你扛不住的时候 就是你也要适时的跟你更旁边的人 去分享这件事 就是不要就是自己默默放心 因为有时候陪伴者也会 也会直接变犹豫症 对啊对啊事实上是这样 或者是逃离 对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不容易 其实我在跟Cherry相处的过程是因为 我本来就 就是Cherry本来就跟小龙认识很久 所以怎么跟Cherry相处 小龙本来就很知道 然后常常我就说 欸那要不要帮Cherry买什么什么 都说要不要叫Cherry干嘛干嘛干嘛 小龙都会直接跟我说 嗯不用你不用你他 对他就直接说不用你他 然后就直接帮他买就好 不用问他 对 然后就放在桌上 对放在桌上自己会吃 放在冰箱他自己会吃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也没有说这样就是冷漠 所以我们要把这东西分开看 就是你不要觉得 好像我一定要很积极的做什么 才是对他 让他感受到爱的方式 但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蛮温暖的啊 对啊 就是就是我 因为我那时候如果在房间 嗯 然后他们会说什么 欸初遥离间在不在什么的 然后我会假装不在欸 因为他们从来 他们非常有礼貌 就是他们从来不会进我房间 也不会开我的门 但我们其实都没有锁 嗯 就从来没有锁过 然后我就是在房间我就没有回答 然后他们就说可能不在吧 可能在也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去买东西 但我半夜跟小老鼠一样 就是起来的时候 东西都会被吃掉 对 就是会发现 我的豆腐呢 对 他们可能有吃掉我的东西 或者是有买了新的东西 就是在桌上 然后我就是可以拿来吃 然后可能甚至饮料什么 就冰箱也没有饮料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你知道 一直在那边吃冰箱跟 跟就是他们留下来的食物 嗯哼 对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爱吧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人住 但我发现跟他们住以后 就是我觉得我的身心状态有变好 但是那个变好不代表说 哦我好了 我就是完全没有忧郁症这件事 而是我可以接纳这件事 然后用我的方式去跟你们相处 嗯 就是我好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我就会说 我现在很快乐 好我可以去教会 然后我可以跟你们去拿 然后不好的时候就说 我现在不想看到任何人 然后那时候我还规定他们说 不准带朋友回家 对 哈哈哈 对 然后我上课他就要先躲起来 对他他他他就是先发讯说 我等下几点上课 然后我就 就不见了 对我就关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就几个小时都不出来 对 嗯哼 对啦所以刚刚你拿起来很重要的是 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最近比较开心 然后就有三支体药 就是除非你去跟医生反应 然后反应反应之后 医生也评估你可以剪药 因为我之前曾经也录过一集 是跟一个妹妹录的 他之前也是 我忘记中度忧郁吧 然后又有焦虑症 然后又反正就是 很经常会送医院的情况 就是会失去意识的 然后突然间就出现在顶楼的那一种 这样子 那他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但他也觉得很抱歉 就是好像对家里造成很多麻烦 但我很感谢神让我经历他的经历 因为我就是陪伴他 在他很需要的时候 可能我就是鼓励他祷告 就是我也不是说我会为你祷告 我就说那你也祷告这样 因为他毕竟也姓祖 我说那你也祷告 然后他自己就 也经历他在这段过程当中 如何的经历被接触的感觉 然后跟 他之后也是医生跟他说 开始可以剪药 他也是从国中开始吃药 吃到他上大学前 然后以前也是很有一些社交障碍 但他现在在学校就是那个 活动女王这样 就是一看到他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真的下烂 因为我真的觉得 那个 如果 呃 应该说我真的觉得会好 就是我觉得 忧郁症这件事情是会好的 嗯 就是你 你没有说什么 天哪我完蛋了 我就是人生真的是完蛋 虽然我以前也会这么想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世界就是毁灭了 就是我永远都不可能好 我永远都要吃药 我永远都 就是莫名其妙 会在某一个时候 比如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直接掉到那个 哦 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 就是因为我们 三个有一个群组 然后 我有时候会说 我今天真的觉得好想死哦 然后可能小黄或他就会回说 变天啦 变天啦 对他说下雨啦 你过了下礼拜就好了 对啦 今天天气不好啦 哈哈哈 他说阴天啦 因为今天是阴天 这样 哈哈哈 对啦 然后我就会 哦 就是 你知道自己就是 就是好像会 停在那边 就是不会继续再 掉下去 你可能你家黑洞 但你不会掉更深 嗯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哈哈哈 你是蛮重要的 应该说我很幸运 有遇到你们吧 对啊 就是我们有这个sense啊 就是我们认识这个病啊 我会觉得 我一直往下坠落的时候 你们那句话就这样 哄 对吧 或是小黄 就是没有抬高 我都听到 或是小黄有一次开议你们 在你很痛苦的时候 哦对 我觉得这件事超可怕的 就是有一天我真的超想死 然后我超痛苦 我就 躺在房间里面想说 那我干脆把全部的药都吃了 然后就 这样 应该会 这样 哎 这要下标语 怎么办 好啦我会下标语 哈哈 然后 他就 因为他们平常不会开我的门 然后他那天就 就是因为我太多天没出来 两三天他可能都没有看到我 可是我鞋子都在 然后他就忽然间把门打开 我房门是 就是我房间也没关 然后就全黑的 然后打开他就说 你还活着吗 然后我就说 有啊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床上有一些娃娃 王偶 然后他就说 哎你兔子掉了 然后我就说 哦 然后我就翻身去把那个兔子捡起来 然后他就关门 然后他就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哎 上帝拆拜他开门 就是 他 他就这样走了 然后 我那一天就觉得我得救了 就是我就没有再去想 我要 就是那个的想法 哈哈 嗯 我就 我就觉得 哦 就是 好像 那个门开了也不会怎样 嗯 就是开了门也没有 没有任何事发生 就是你 你不会 呃 更惨 或更烂 这样 那当你就是遇到这种 很很重的这种忧郁感来袭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面对 我一开始会很抵抗 嗯哼 我觉得那抵抗很可怕 因为 你 你会很讨厌自己 跟很恨自己 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在那边哭个不停 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痛哭 然后我为什么要走不出门 然后我就会强迫自己 然后强迫自己到就是 有可能我上捷运就开始头晕远 就是然后我就直接坐在底板上 就是一直在那边抵抗自己 嗯哼 就是想要假装自己就是 我可以去运动什么的 我可以干嘛干嘛 然后其实根本就不行 就是你身体真的需要休息 我还有甚至那种完全没睡 因为我吃了安眠也睡不着 然后我第二天还是一样去 进行一些 比如说健身课的活动什么的 天哪 超危险的 对啊 然后 我就是在那边勉强 因为我完全不想让任何人 知道就是我状态不好这样子 我就想要假装自己状态很好 然后后来我已经学会 跟这件事相处了 所以我会直接回我的朋友说 嗯 今天可能就是不太舒服 就是就不出门了 会想要在家里休息这样 然后或者是我那时候会有直接 因为我那时候有跟Sindy上课 我那时候直接把他的课停掉 然后所以后来他出现在我家的时候 我整个吓哭欸 因为他说他就是为了来给我一个拥抱跟勇气 嗯 就是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感动 嗯 就是大家不会在中间打扰你 可是会忽然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 其实大家都努力在接住你 但你其实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责任 然后自己的斜杠 自己的活动跟生活跟人生 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多人会随时要接住你 而且接住你也会导致别人非常的疲乏跟累 甚至有人还会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 就我自己也遇过啊 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 就是你不要再把你的情绪让我知道 嗯 就是我也觉得很烦 嗯哼这样 因为觉得前阵子其实有跟我分享过说他 他发现他是个很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的人 就像刚刚讲到不管好事坏事 他觉得好像这样都很打扰人 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啊你就是聊天就是讲话 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你影响我 好像哎这样讲起来好像是因为你的关系影响我很多想法 就是虽然说我在荧幕前都可以这样聊天 但是因为荧幕前就只有 就只有荧幕 就是后面没有人 对啊因为他以前 我超色孔的 我其实是个很色孔的人 他以前就是那种 想像说他是坐在大家 比如说什么十个人的那种桌子 然后他就会很快玩手机 他只能聊音乐跟耶稣 对 没了 然后后来因为 我们因为长时间相处 然后又有一起什么疫情什么干嘛的 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以后 我们就开始跟对方聊一些你知道 五四三 就是我们开始会讲废话的啦 就是干话 就是很无聊没有意义的 那种就是开你玩笑 嗯 人笑话这种 然后我那时候就发现说 因为那时候他就这样分享了 然后我就说你不用觉得人家一定 一定听到就觉得很方便又干嘛 就是个分享就是参与女的一部分啊 然后认识女的一部分啊 我后来觉得好像是 其实没有人那么在乎你啦 哈哈哈 把思想太重要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会觉得这件事 人家会觉得 哇Cherry心情不好怎么办 我要怎样让她心情不好 其实根本没有要尿你啊 大家都听完以后 哦哦哦哦 然后就回去是不是 就是跟过自己的生活了 照自己的班这样 这样讲好像也对啦 其实就是这样啊 就是都要有各自的界限 对就是那个界限感很很重要 所以其实大部分成熟的人 他他真的会听完你的这件事以后 他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我就会发现我其实好跟坏 我不会造成别人的太大的负担 嗯 然后我就愿意 就连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是说什么 今天什么可能店员态度很差 我都愿意讲 对啊他以前就是就是 这种都不太讲 我连这种降值啊 然后被就是可能 工作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跌倒 跟跟表现很差 我都在那边装没事回家 对啊 就像之前上次脑流那一集 医生说有50%会失败 可能会瘫痪 他也都没有讲 对 对然后会就是 可能会死掉 对 都没有讲 我现在还是正在吃药 然后那个药有分哦 就是有药有分 比如说你三餐饭后吃 然后或是睡前吃这样 然后有分很多种 然后我可能一次要吃将近10种药 他就给我10个袋子这样 然后那上面会写说什么时候吃 然后到现在我已经进步到上面 上面只剩 我白天已经不用吃药了 然后我可能只剩下安眠药 然后它上面会写必药食 服用 嗯 然后所以就是 有两三种就是它现在是必药食才要吃 然后有些是固定要吃的药 然后白天也改成就是必药食才吃这样 我很好奇想问就是 你刚刚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减药的过程嘛 就是你觉得啦 你自己心里觉得 是什么因素让你现在可以进入这个减药的过程 因为毕竟你已经吃药食超过10年了耶 我觉得是从那个耶就是 呃因为我停了一整年没有上班嘛 所以我重新思考的人生就是后来我变自由教练 然后我觉得哎我开始第一个我有新的生活 就是我开始去面对说我我其实我以前都会跟他讲说 我怎么可能离开我这家的公司 我如果离开我这家公司 我就没有那个光环 我再也没有这个位置 我出去当自由教练 我默默我根本就不可能做得起来 嗯 然后后来才开始去就是开发自己的人脉以后才发现 哎其实你勇敢去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困难 嗯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有他们两个当后盾 就是我也不怕说什么 我现在很会没有钱 然后或者是我现在就是吃不了饭 我一个人可能在外面穷苦潦倒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后盾也很重要 就是你身边的那个后盾也也蛮重要 然后第三个是因为去教会的时候 他们不撩我以后 我就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没什么 因为他有一次就是我跟他一起 在一个十几个人的table上开会 然后就是他就直接说 哦我现在旁边坐一个隐形人 看不到他看不到他看不到他 全世界都看不到他没有人看得到他 他是空气 然后大家就说哦你旁边没坐人吧 对就是在很多种情况下他就说 我旁边现在是隐形人 然后我可以讲话的状态 然后他就说今天Cherry怎样 对我就会一直在一个隐形跟非隐形的 的阶段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好 就没有想就是跟那个开门的那个感觉 就是你开门出去好像也没怎样 对啊然后他现在在教会也变得很活泼 他都会自己接到新朋友 然后蹦蹦跳跳的这样 以前就在位置上不敢动 然后一结束就马上不见了这样 然后现在都会逗留 我会躲在小房间里面 对对对对 就用电视看牧师讲道 就是我就不想跟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我还跟他说我头上晕了 然后他就说又要装兵了 对然后他就说好啊那你去楼上 就是小房间这样 然后我就 留去小房间 对啊就是其实很自由啦 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跟着我们一起 反正也觉得就跟着我们一起去 然后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触到更多人 应该说就是尝试去接触一些新的东西 但我觉得朋友也蛮重要的 对啊你就会发现就是突破了一些什么 就是你会发现 就这样子而已 对大不了就这样 对啊 大不了就下礼拜不要去 对啊 从来都不能逼迫他 嗯 因为我们教会是个标准的 完全不会打电话给你的教会 嗯 对啊 就是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大不了我就不要跟他讲话 大不了我就不要去 我就直接说 呃不要 然后我就跑掉了 对啊 好啦很开心可以让cherry 分享他的这个经历 然后 康玉中 对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经历也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 对 会好 会越来越好 可是可能会经过很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啦 就是可能对于 正在生病的人来讲 可能面对这个疾病 跟这个疾病共处 是件困难的事情 嗯 可是可能对于不同处境的人 可能有不同处境的痛苦 不见得是生病 或者他的家境可能真的很辛苦 很有经济压力 那也是另外一种数据 也有可能 对啊 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要担 可是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一句话 就是 凡担劳苦重担等到主面前 就是上帝就会使他的安息 就可以把这些重担交给神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是作为认识神的人 或者说相信神的人 可以去经历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像刚刚讲到说 哦没人可以丢垃圾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你真的可以祷告 就是上帝是个最愿意听你 讲那口气杀的人 哦对啊 而且你完全不用耐他受伤 有时候我就真的在那边乱讲话 对啊 就是讲一些废话 对啊 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 这也是我看Cherry 我自己很欣慰的地方 因为我真的平常都不太会鸟他 就是依照我平常跟别人传福音的过程 路数完全不一样这样子 因为他 你说他积极想信主吗 也没有 你说他不积极吗 其实也没有到不积极 但就是一个尴尬的点 对 因为我遇过很多这种 很积极想信是神的人 那都是很反对的 对很反对我也不会太会理他 就是我这个人很注重 但我超级忠性的 对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他就是给我活生生看到自己跟神经历关系 自己经历神的 嗯 他之前有很多经历神的故事 在他脑流那一集有分享 那我觉得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认识神的人 我们去跟你觉得需要的人讲再多 他如果没有自己的经历 或是他自己没有相信 他自己没有开口 他自己没有去寻求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喂给人家的 他真的经历他才会觉得 这个信仰或这个神 是真的跟他的关系 这个过程 对 没错 因为基督信仰的重点是跟上帝 跟耶稣建立关系 嗯 而不是神灯 戳一戳戳一戳 然后帮我实现愿望 对啊 所以说你很经常经历实现愿望 没有我就觉得很惊喜 对 没有我有梦过你给我十字架耶 蛤 我跟小黄讲的啦 那时候我好像不认识 没有跟你那么熟 一个粉红色的十字架 蛤 哈哈 就是你给我 到底为什么大家都要梦过我 欸这个梦过我 记得在下面一个留言喔 我记得遇到一堆人跟我说梦过我了 你是从一个楼梯走下来 旋转的 然后呢我们是大家在聚会的那种 然后你给 你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十字架 超可爱的耶 就是很小 OK 就是大概手型的 这样小小的 然后是粉红色 我超喜欢粉红色的 好啦我真的很感谢神 让我可以成为大家 梦中安定的力量 哈哈哈 好啦希望这一集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然后如果你现在正在跟你的疾病共处 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继续的努力坚持下去 如果你现在有遇到任何 你觉得有需要我们为你导告的 都很欢迎你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都很愿意关心你 然后如果你是陪伴者 然后你现在觉得 哎 有点快撑不下去了 或者说你也很希望可以有 多一点不同的分享 都可以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这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 之后还会有非常多确认的故事 她已经一口音乐了很多集 我跟大家在一起在康复的路上 没错 哈哈哈 感谢主 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祷告 希望大家能有 经历上帝的医治 也经历上帝的安慰 好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我们就下回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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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